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看一個大陸方面的就業數據 大陸的國家統計局在18號發佈了第一季度的中國經濟數據 在失業率方面第一季度,全國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是5.5% 比上年第四季下跌了0.1% 3月份全國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3% 亦都是比上一個月跌了0.3% 但是青年人的失業率仍然高期 3月份16-24歲的青年人失業率是19.6% 比上個月升了1.5% 我們看回國家統計局的發言人又怎樣說 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師師長傅靈輝就說道 青年人失業率上升 最主要是由於今年的應屆大學畢業生 就開始進入勞動市場找工作所導致 但是經濟復蘇用工的需求擴大 他說青年的失業率是會逐步改善 但是今年畢業應該是7月份的吧? 3月那麼早有穩定工嗎? 看來他們都很喜歡打工啊 他繼續講道如果大家細心觀察 25-59歲這個就業主體人群裏面 高學歷人群失業率是最低的 就意味著大學畢業生是有逐漸進入勞動市場 他說失業率未來會逐步降低總體會改善 他同時講到今年的情況那樣看 就業總體形勢改善了 今年以來就業市場的勞動參與率也都逐步提升 他說3月份失業率明顯下跌 總就業人數比去年是同期增加的 而且同比還比都增加 現在他說經濟復蘇 就業市場的活躍度都在提升了 那其實總體講一句 他就認為未來的失業率是會越來越低 就業的人口亦都會越來越高 就總括一句搞定了 但是他講到有一些結構性矛盾 是青年人失業率的問題要關注 特別是那些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幫符 希望可以提供到更加多高質量的就業崗位 而其實以現在的形勢來講 要找工作做 好多人可能叫做真是迫不得已 要去工作真是要找飯吃要開飯 就變了去做外賣員 甚至乎有些人是會直接碩士畢業 因為疫情他當年剛剛大學畢業 就讀完三年碩士 結果都是去做外賣 就打個譬如上次有個數據同大家看過 說美團在今年的第一季就出了一個職位空缺出來 50萬的職位空缺車手 怎知一下子剛速就被人去應徵做完 而且上年美團的車手數量是比前年多了一百萬 現在美團的車手數量去到六百幾萬 這個數字其實都不低價 如果美團的車手是這樣新舊淘汰 然後他再慢慢增大車手群的話 就變成失業問題 當然可以減少得到 還有有部份可能你做兼職都不當你失業的 但是都是那句了 有事做但是收入又夠不夠高呢 那今集的數據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